宗徒大事录 第十二章 在那个时期,黑洛德王以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,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伯,他一看到犹太人喜欢,便命人连伯多禄也加以拘捕,时正值无教节日。 把他拿住以后就押在监狱中,交由四班兵士,每班四人看守,愿意在逾越节后给百姓提出来。 伯多禄就被看管在监狱中,而教会恳切为他向天主祈祷。 急至黑洛德将要提出他的时候,那一夜伯多禄被两道锁链附着,睡在两个士兵中,门前还有卫兵把守监狱。 忽然,主的一位天使显现,有一道光照亮了房间,天使拍着伯多禄的肋膀唤醒他说。 快快起来! 锁链,碎从他手上落下来。 天使向他说。 速上腰,穿上你的鞋。 他都照办了,天使吩咐他说。 披上你的外场,跟我来吧。 他就出来跟着走,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实在的事,只想是见了异想。 他们经过第一道岗,又第二道,来到通道城的铁门前。 铁门就自动地给他们开了。 他们便出去,往前走了一条街,忽然天使离开他,不见了。 伯多禄这才清醒过来,说。 现今我实在知道,主派了他的天使来,救我托免黑洛德的手和犹太人民所希望的事。 他既明白过来,就往若望,号称马尔谷的母亲玛利亚的家去。 在那里,有好些人聚集祈祷。 他敲大门的时候,有一个名叫洛德的使女过来听。 他一认出是伯多禄的声音,喜得没有开门,就跑进去报告说。 伯多禄站在大门前,他们都对他说。 你疯了。 他却坚持说,实在是这样。 他们反说。 是他的天使。 伯多禄还不住地敲门,他们一开门,看见是他都惊呆了。 伯多禄白手叫他们不要作声, 所以给他们述说上主怎样领他出了监狱,且说。 你们要把这些事报告给雅各伯和弟兄们。 他便出去,往别的地方去了。 天一亮,在士兵中起了不小的骚乱。 不知伯多禄出了什么事,黑洛德遂搜寻他,搜寻不到就审讯卫兵,下令把他们处决了。 以后,黑洛德从犹太下到凯撒勒亚住在那里。 那时,黑洛德向提洛和七东发了大怒。 二成的人商量好来见他,并贿赂了管王卧房的布拉斯托去求和。 因为他们那一方当由君王这里获得十粮。 黑洛德在约定的日子,披戴君王的礼服坐在宝座上向他们演讲,人民便呼喊说。 这不是人的声音,而是神的声音。 立刻有上主的天使打击了他,因为他没有归光荣于天主。 他为虫子所吃,所以断了气。 天主的道却逐渐发扬广大。 巴尔纳伯和扫路完成了任务,就带着号称马尔谷的若望从耶路撒冷回去了。